深夜四名黑衣男子拿著棍棒 不停朝白色寶石捷 猛敲猛打 寶石捷被砸到不停發出警報聲 多名男子繼續用力猛打 一次還有同夥幫忙錄影 白色寶石捷 車燈破損 車窗玻璃碎裂 紅色零件 四散各地 回到現場地面不滿汽車碎片 砸車事件就發生在周日晚間十一點多 台南永康區文賢街上 四名男子拿棒球棍猛砸寶石捷 預警方瞭解車主是名工程行老闆 疑似與人由工程款項糾紛 對方不滿先到工程行破壞 再到車主家附近砸回寶石捷 並尋釁通知檔案說明中 雖然四名男子砸車碗隨即離開 警方掌握身分通知檔案說明 只是車主工程行被砸 就連愛車也遭破壞 損失不小 三立新王少宇 成員 台南報導